吳康仁 替我們本土非常帥氣的 眾所期盼的 世帝來到現場了 讓我們歡迎吳康仁 吳康仁 2016年就以一把 青城為金鐘世帝的他 也是國內外各大獎項的 常勝軍實力派的演技 已經無庸置疑 今年以我們與二的距離再度入圍 戲劇節目男主角獎 劇中他將法服律師捍衛人群 又飽受批評的情感糾葛細膩呈現 一場喝醉之後跑到老婆家 去說真心話的戲 更是讓觀眾替他心疼 希望今晚康仁哥能夠再下一程 歡迎 你沒有看錯在我身旁的真的是吳康仁 歡迎王社律師來到星光大大廈 雖然今天看到康仁哥的照片了 但是我今天看到本人 我還是覺得非常的震驚 你不覺得遠遠看我們很像浩角響起嗎 我的好朋友 你要把它搭到這麼一圈裡面 怎麼會有這樣子的改變呢 好奇問一下康仁哥 因為我現在正在接拍一部新戲 然後在恆春 所以我天天在曬太陽 天天曬 真的跟我們平常看到形象差很多 所以新戲的角色不能透露太多 馬上大家就會知道 馬上 那這一次聽說入圍名單公布的時候 康仁哥得知其實團隊入圍比自己入圍還要開心 是有特別的原因嗎 我覺得在台灣拍戲近兩年有很大的變化 而且我相信對工作人員的肯定是一個專業的肯定 所以我很期待就是工作人員可以把全部的獎都包起來 一口氣全部帶走 那要不要特別感謝一下工作人員 我相信他們這一次因為與二的距離 我們不管是結緣還有在創作上有很多很多的火花 我相信就是未來在台灣他們可以把這些創意 新生代的工作人員可以投入到新的戲劇上 但有一個很好奇的是 因為我相信一定有很多劇本在等康仁哥點頭 但未來康仁哥你在挑選劇本跟角色的時候 你最大考量的關鍵點會是什麼呢 改變吧 我很希望改變 所以這一次我得到了導演的許可 我可以讓我自己變瘦 然後留了鬍子 然後剃了光頭 然後我可以更投入角色 我真的太好奇接下來公佈的角色是什麼了 非常期待 謝謝康仁哥希望今晚可以順利投進賽下一層 謝謝你們請